TVB夜谱女神,解封34的大胸正42寸大长腿,精细色又无着息。 TVB新剧《飞虎集战》。 开波一小时就破一亿。注现案情一波接一波,枪战,实战,爆破。这一次的阵容可以说十分强大。 几乎全部都是TVB的老戏骨,花旦笑声。 光是看看阵容都有种荷尔蒙狂飙的感觉。在这部男人味十足的电视剧里。 还有一众女神也是占据不少风采。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还未露脸的何佩鱼。剧中吴卓熙与陈凯琳及何佩鱼有三角关系的纠缠。 何佩鱼更是醉酒头坏送爆,陈凯琳争风吃醋。何佩鱼屏住性感身材以及美貌。 成为许多宅男心目中的女神。171厘米的身高,一双42寸的大长腿。 34D二元胸围,加上妩媚的面容。性感照片一罗罗,就算小编是女的。 都差DT到喷鼻血,难怪如今。29岁的何佩鱼被称为性感女神。何佩鱼7岁时便随母亲移居到香港。 是香港新巴摩集中之一。参加过美女出访二指美少女出神。 2007年第二届亚洲游戏竞选中勇夺冠军。由于性感的外形被杜琪峰导演挖掘。 2010年开始进军电影圈。拍的都是尺度比较大的。情。色。片。 。 何佩鱼成了电影圈中的御用夜仆女。前方可能有些羞羞的画面。 近未满18岁的宝宝们就自动退出了。何佩鱼第一部的电影是《单身男女》。 。 饰演于古片乐举杯喝酒的酒吧女。2011年在电影《喜爱夜仆》中担任女主角。 屏住性感的身材和自然流露的演绎。备受认同,并且名声大振。 。 随后在2012年饰演《一路向西里的小鱼》。 这部在俗人眼里就是赤裸裸的三级片。 之后2015年参与《小姐诱人》。 剧中更有车阵的经典戏份。 童年以及当任鸭王女主角。 何佩鱼能够把这些激情的。 戏凤眼的淋漓尽致,是因为。 现实中的她也是走性感路线。 那又或撩人的眼神,性感的打扮。 拍摄的写真实度令人充满遐想。 但她坚持自己的底线,就是绝对不。 路。 点。 。 因为会害怕妈妈不认她这个女儿。 那如果她妈妈不介意。 难道何佩鱼会挑战更大的尺度? 不过我们也不能想得那么乌。 性感,放荡,何佩鱼感情零绯闻。 出道多年的何佩鱼虽然。 以长性感形象出现于观众眼球。 但是却极少绯闻,更加不会刻意去制造绯闻。 前年被曝出与她血寻媒导演翁子光相恋。 二人拍拖一年多,一直甜甜蜜蜜。 后来只是因为聚少林多分手。 现实中何佩鱼敢爱敢恨,坦然不叫做。 现在的她坦言暂时不会去谈及恋爱。 希望网友把关心放在她的演义上。 小编也希望何佩鱼可以平非虎。 转变一下路线, 打开新戏路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的演出吧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。 声明,本文有入住搜狐号的作者撰写。 除搜狐官方账号外, 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 不代表搜狐立场。 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